上回你去超市 给我买东西做料理 你也不解释 害得我误会你 所以这件事情 你也有责任的 两个人相处 信任不是理所当然人的存在 沟通更重要 知道了 可是你上次 根本就不听我解释 算了 不听 你自己做没问题吗 我已经把菜谱都备下来了 放心吧 你干吗 继围裙 现在的人都这么帮人继围裙吗 当然 现在的人都这么继围裙 有意见吗 只是你抱着我 我没法做菜 好 好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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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又坐 你坐 两个好 起来 在泰谱上做的 为了应该不会太差 尝尝看 我怎么会觉得 他是暗黑料理小王子呢 根本就是暗黑料理界的 帝王才对 不吃吗 可是这种延伸工事 完全无法拒绝 怎么办 吃 当然吃 当然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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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有进步 啊 啊 多吃点 喂 小燕 怎么了 你的声音怎么了 没事 就是有点闹肚子 怎么了 哦 我就是想提醒一下你 最近晚上尽量减少出行 或者带助理 如果遇见什么奇怪的人 或奇怪的事 一定要打电话告诉我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你也许觉得我疯了 因为我也觉得我疯了 可是 我真的觉得上次车祸 丢失的休眠体 苏醒了 你可以也不相信我 因为我也不相信我自己 好 知道了 不过我现在 必须要去趟厕所了 我怎么会不相信呢 我当然知道他苏醒了 我现在快要被他的黑暗调理 给弄死了 怎么了 好 不舒服吗 快送我去医院 我估计是 是我中毒快挂了 不过你也不用自责 我也不需要特殊治疗 因为我一定要把我的 第三次出闻 留给我的男朋友 心跳这么快 脸这么红 原来你也是女人啊 我当然是女人 我还是女神呢 我都说了不用特殊治疗了 你听不懂人话呀 野人渣找过我 小阳又打电话告诉我 让我注意苏醒的休眠体 他们简直是福尔摩斯 和华生上身 他们查到你身上 只是时间的问题 你这样随便救我 万一哪天他们把我 拖去验邪怎么办 大不了我带你去深山老林 当野人了 完全无法沟通 为什么要跟你去深山老林啊 你不是很有钱吗 连朋友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 一个妖怪 我抢银行哪儿来的巨款啊 如果告诉你呢 也不是不行 以前的人不会摆这种姿势的 我是现代人 为什么要配合你的审美啊 为什么要配合你的审美啊 不要死我了 秦魏邓兰 别玩了 我是来找回忆的 骗子 明明说告诉我钱怎么来的 好吧好吧 怎么找回忆 我在跆拳道馆认识一对母子 有很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 好像很久之前 我也遇到过这样一对母子 还好心救过他们的命 像我这种 只把重要事情忘记的 叫情节性失忆 其中一种治疗方法 就是重复经历以前的事情 我之前的旧宅 现在已经闭馆了 所以只能凑合一下 差不多的场景 找找感觉 麻烦你认真一点 好 为了赶紧解决你这个心头大话 晚清风 走起 这一百多年前 你就住类似这样的房子 那也绝对是豪宅了吧 是不是有不少姑娘 哭着喊着要嫁给你啊 对了 情傻 也许你老婆发现你是个怪物 然后就 不可能 我肯定没有夫人 我若要娶妻 肯定不会委屈了她 可我住的宅子里面 没有一点女人用过的东西 又不是女人 你是不是负了什么男人 你能不能保持思维正常 自从遇见你之后 我就没办法保持思维正常 我没有那种嗜好 你对我也没那嗜好啊 我对谁都没有嗜好 男人都这么嗜 你看 在这世界上呢 只有太阳和星辰 是我出生以来 一直都存在的东西 将军白头 红颜枯骨 转瞬之间的事情 长生 会消磨掉 一切的好奇和热情 别那么消极嘛 人活着总会遇到好事 只要活着就会遇到好事 只要活着就会遇到好事 再带你去一个地方 去哪儿啊